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长征2号F-15运载火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按照正常的计划 应该会在北京时间11月29号晚上23点左右发射升空 长征2号F运载火箭是目前我国唯一异型用于载人发射的火箭 与众不同的就是 它头顶上标志性的避雷针 这让它在长征火箭大家族中脱颖而出 而美媒却质疑中国的载人火箭太老了 一些网友甚至非常不客气地表示 长征2F载人火箭只是相当于美俄70年代的技术水平 长征2系列早期型号的整体技术水平大致相当于大力神2导弹 当然随着不断改进和使用可靠性更高 可以认为整体达到美苏70年代前期水平 真的是这样吗 1974年11月15日 长征2号运载火箭首飞 不过火箭控制系统 俯养速率骆驼中的高度导线因震动断裂 因此首飞失败 长征2号运载火箭的首飞虽然失败了 但是长征2系列家族却在失败的阴影下越长越壮 长征2号运载火箭与东风五洲际导弹基本一致 唯一的不同就是东风五导弹的弹头被替换成了不同的卫星 随着后续的改进 长征2家族共发展出CDEF四个主要改型 长征2F火箭自1992年开始研制 是目前我国所有运载火箭中系统最复杂的火箭 具有发射目标飞行器和载人飞船的两个状态 长征2F火箭全长58.343米 起飞质量479.8吨 星级直径3.35米 助推器直径2.25米 整流罩最大直径3.8米 火箭的星级和助推发动机均使用四氧化二弹核偏二甲羹作为推进器 它可把八吨重的有效载核送入近地点高度200千米 远地点高度350千米 轻角42.4度到42.7度的轨道 1999年11月19日 首次发射并成功将中国第一艘实验飞船神舟一号送入太空 可谓一型工薪火箭 如今已经完成十次神舟一飞船和一次天空目标飞行器的发射任务 发射成功率达到100% 被誉为中国神舰 厂征2F运载火箭从研制到现在都已经30年 被如此质疑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中国航天专家却表示 厂征2F运载火箭早已脱胎换骨 在过去的23年时间里 厂征2F运载火箭进行了数十次的升级 其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火箭的可靠性 消除薄弱环节 研制人员不断进行技术改进 每一处改进都体现了研制人员对可靠性的不懈追求 意味着无数次的理论分析 数学仿真和实验验证 在这30年的时间里 研究人员把长2F火箭的可靠性 从指标要求到0.97提升到0.997 靠逃逸系统保障的航天员安全性评估 已达0.99996 举个简单的例子 长2F增加了故障检测处理系统 系统在飞船待发射阶段和上升阶段 都可以对故障进行自检测 自诊断一旦有问题就会发出信息 实时的监控让长2F每时每刻都在掌控之中 其次长2F顶部有一个尖尖的逃逸系统 当火箭出现危机及航天员安全的情况时 逃逸系统就在逃逸指令的指挥下 迅速使航天员脱离危险 安全返回 长2F的逃逸塔处于整流罩内 高8.53米内部安装了六台三种低空逃逸发动机 无论长2F在哪里发生的意外 都能够安全地将航天员带回 第三长2F配备了两套控制系统 如果主控制系统出现了故障 可以迅速切换到另一套系统上来 以确保火箭的正常工作 使火箭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的这款神剑出自一名七年后女设计师 她的名字叫容易 虽然起名为容易 却选择了一份不容易的事业 这位来自土家族的女神 用15年的坚持 让中国人的载人航天发射变得越来越容易 自长2F1-13运载火箭发射开始 X2F就实行了滚动发射 即总有一枚备胎随时待命 载人火箭与其他火箭的不同之处 集中体现在三高上 即高安全性、高可靠性、高质量 其中高安全性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因为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它发射的不是冷冰冰的航天器 而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载人火箭考虑的并不是技术优劣 而是是否安全 航天技术发展这么多年 载人火箭全球也仅有中美俄三国研制成功 如果不是马斯克列英9号成功 美国现在都没有载人火箭 还需要花钱做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去国际站 美国的航天飞机虽然代表了 载人火箭技术的最高峰 但是可靠性却并不高 神舟8号任务 这是中国首次进行交汇对接航天飞行任务 也标志着中国进入建造空间站的技术验证阶段 为此长征2F的助推区完全重新设计 动力系统重新设计 控制系统几乎从硬件到软件全部改动 遥测系统也进行了改动 虽然名字还是叫长征2号F火箭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研制的火箭 而在神舟8号之后的长征2F载人火箭 射动制导改为迭代制导 射动制导主要指火箭按照标准弹道飞行 迭代制导则是一种自适应制导的技术 是根据火箭当前的速度 位置以及预估的入轨点 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轨迹 这样你才可以通过火箭的精确入轨 使飞船尽量靠近目标飞行器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航天专家表示 中国的长征2F载人火箭早已脱胎换骨的原因 还有此次发射的神舟15号的摇15火箭 相比上一发摇14火箭 一共有45项的技术状态改变 比如增加了火箭起飞时间偏差的适应性 采用这个技术之后 可以在火箭的轨道参数里头进行相关的修正 自动补偿起飞过程中的时间偏差 能够确保入轨的精度 另外对火箭的摇测系统发射机 还有导航接收机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升级工作 使导航接收机接收卫星的数量能更多 精度更高 这是每额70年代的火箭水平达不到的 因为当时的计算机算力 智能化程度和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时代 事实上长征2F载人火箭通过这么多次的发射任务 已经证明了它的成熟可靠 在新一代运载火箭连接成功的当下 长征2F载人依然有它无法替代的价值 长征2F副总设计师刘峰表示 后续我们载人飞船肯定重量会更大 也需要我们载人火箭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运载能力 第二个就是对于整个飞行的故障容错能力 应该进一步提高 我们正在做智慧火箭 第三方面就是可以重复使用 对于载人火箭来讲 还是要在可重复使用方面 做出更大的技术创新和进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对于载人火箭来讲